嗨! 大家好 我是ZeroBadies 好 今次就是4月30日的直播消息 立刻開班 嗯...超夠的 今次是莉莉絲 打完出來是一隻豬芬 應該是突破究極後才能挑戰 不用帶極運 因為運氣加加狗 到時看看她的方式登場 再跟大家一起打開直播 第一彈就一如所料 大家都期待 獸神花鬼 第一彈我齊了 還有真嗣我都有兩隻 所以OK啦 不用煩 好 明日香 明日香多了素雷者 原版我真的不太記得有沒有反魔法陣 因為自從第八獄有小野小丁之外 我從此再沒有用過明日香 明日香早期第八獄不夠角色 即未有六谷之前都會用 但後期太多妖魔鬼怪 正常我相信今時今日都沒有人窮到要用明日香 所以我就不太記得她有沒有反魔法陣 連攪技能 我們看看連攪技能 超反全條件就是兩體或以上不同戰型 我自己覺得這條件的難度不算高 屬於中等 即是要開到反全和加速應該理論上不難 絕招方便 26加4 幸好有SS回合加速 如果不是26回合太久 我這部是新2號機 連射攻擊 根據觸碰敵人數量增加敵人攻擊回合 嗯?它跟原版好像有點不同 原版的定迴力標是越多 即打擊越多 但它這一個就好像改了 增加敵人回合 以及射擊最初觸碰的敵人 我們儘管看看她那個 其實她的絕招重點是射擊最初觸碰的敵人 這個演出到底有多高 威力 有情方便 印象中好像沒有分別 也是爆炸加冠通導演彈 那就多了素雷 明日 零波麗 嗯? 擁抱地球 是不是在暗示 人類保姦計劃 最後這個 零波麗巨大化 整個地球變成橙色的水 是不是在暗示 AIR版的結局 我們看看被動技能 其實是同步率阻停雷蛇 我忘記了 我記得以前我打暗爆的時候 不是應該有反傳嗎 應該是反傳 但好像沒有了 因為我太久沒用過 我忘記了 但是算了 超反傷和反減速 都算是有兩個陷阱被動 反減速是一個新的陷阱 超反傷 再配合這個連攜技能 反擊殺手和回復AIR版 即是說零波麗的體狀應該是不差 因為超反傷加攻再加反擊殺手 也有回復 條件是一體滑以下 與自己不同屬性的角色 這個也比較麻煩 要看配合 我自己覺得有點麻煩 這個條件 絕招方面 可以融合衛一的靈魂深層 攻擊變成貫通 觸碰過的同伴 這個更加容易 觸碰所有隊友 觸碰過的同伴力量提升 授予AT力場 嗯? 好像跟原版有些不同 原版是否只會幫最初的才開力場 但如果去字面描述 是否三個同伴都會開力場 不知道 如果去那個力場的防禦度 有原版那麼高的話 真的厲害 三個 但不知道我的理解能力 中文理解能力有沒有問題 三叉雷射 YELLOW 和超強毒抗散 和原版都有點分別 不過都影響不大 定真字 水屬性版 通報率 反魔法陣有情技增幅 超反傷 多了反傷 多了反傷 多了超反傷 連攜條件 就是一體或以下 與自己不同戰型 嘩 其實我很難明白 什麼一體或以下 中文字有時候 你看到頭都痛 一體或以下 即是說 那是否一體 一體可以怎樣以下 一體以下就是沒有的 對吧 一體或以下 即是最少要有一隻 和自己戰型不同的角色 即是要理解 我現在突然間 對這句話理解 很頭痛 都不難達成 甚至乎 如果只用一隻不同 我覺得這個條件比較低 但一體或以下 算了 我不想再想 這個問題 絕招就是8加16 這個CD有點奇怪 即是八彎 即是第一階 方便你開這個絕招 即是靈活運用 因為它的絕招速度 以力量提升 觸碰到同伴 狀態以上 以及魔法陣效果 如果沒有記錯 到目前這一刻 仍然可以定真 才可以解到這個雞雞狀態 好像也沒有其他人解到 所以八彎我相信 是一個解除異常狀態 接近多了半被動 因為八彎 但有點可惜 因為本身這隻有反魔法陣 因為八彎可以當作是反魔法陣 但它自己本身有 所以沒事 我相信第二階加16回合 威力上應該會提升頗多 但我根據原版的經驗來說 其實主要是它的絕招 主要是解除異常狀態為主 我自己覺得 絕招有情方便 雙重反射 雷射 EL 4 超強貫通 鎖定 這個 兩個都OK 因為它都是最強的那類 EL 超強 兩個都厲害 但我自己覺得不太期待會有什麼特別厲害的輸出 基佬版 這個是乾屬 反重反減速 跟原版的分別 不是 超速雷 這裡要更正 兩體滑以上 這個條件看上去好像很難 但你不要忘記 它們的種族是使徒駕駛員之類 正常來說 只要你不出合作角色 其實這個條件一定能達到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個條件 只要你不出艦隊 我覺得一定能達到 所以 我覺得這次合作的連攜技能 是比較寬鬆的 即是這個版本 就這樣看 多了反減速場 以及它變成了超速雷 超速雷在目前的環境 是屬於強力的被動之一 兩把真治和諸芬 走來走去 然後用朗基萊斯槍 嗯... 我忘記了原版有什麼 原版有沒有副作用 我忘記了 即是會不會有些debuff的東西 這個就應該沒有了 除非你說朗基萊斯槍 我自己讀朗基萊斯槍 你自己讀抑金問題 即是插完之後會不會有些特殊 負面效果 我就不肯定 有情方便 好像也沒有改 我忘記了 不是 改了 狂亂雷射 原版是追蹤雷射 我記得是 超強貫通抗散彈 EL5 即是埋身爆你一下 就是這樣 我理論上應該全部都獸神化了 好 上方修整 不理他了 好 有帶回 好開心 又有新關打 好吧 我一看就覺得加速理論上最煩 其餘來說 我相信電擊會比較好 因為電擊還是加速 說真的我會選加速 因為極運角色本身就是輔助香 你都不期待他的友情 但可能有些特殊情況下 要靠他的電擊 一下秒小怪 所以 不過這隻我都不會打 算了 我好開心 我好興奮 霸仔之塔改成東南西北中發白 你不要以為東南西北就完 只有中發白 對不對 然後他出了打麻獎的花 我和你說這遊戲 如果他這樣玩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最起碼 就像自護說的可以再戰十年 馬古比大了 對 我們自護軍可以再戰十年 就是這樣玩下去 你催他不將入 還有線 然後霸塔升到50層又可以 肉流開到第4 即34567又可以 我真的沒見過那隻遊戲 吃老本吃得那麼過份 吃了那麼多年老本 大家細心想想這幾年怪彈 到底玩法上有沒有改變過 你自己想吧 好 很多年前的愛將 凌蘭 老觀眾應該都還記得 今時今日終於獸神化 我都忘記了 但Sakura 英還未獸神化 我就不太喜歡獸神化的 納繪 因為他比較男性化 我就比較喜歡當年 神化版的中性打版 但是反而他的性能 我沒什麼興趣 對 飛行 然後火內 弱點殺手 超反傳 嗯 都可以的 有弱點殺手 加貫通 始終有反Frog 三反其實都算厲害 理論上我這隻很厲害 在耐性方面 信息了一點 因為始終這遊戲 仍然是強調 防禦不夠輸出那麼厲害 我自己覺得 絕招方便是根據今時今 不過他有穿過牆壁 還有這些隕石追擊 可能扭一些關卡 即是飛體撞關是有用的 殺小怪 好了 20加8 友情方便和原版差不多 但有超強交叉波動 這個好不好用 見仁見智 你當是變異版X交叉 今次好運怪 如果台版是一樣 其實應該比較容易達到 因為首先 正常 如果之前有疊EVA 這個阿拉應該已經極了 還有這個阿通 應該正常人 很多人都極了 如果你之前有玩 然後第九使徒 也是最舊版的EVA 所以今次可能比較多人 可以有三箱 好 就是這樣 到時我們EVA抽蛋 看看有沒有石頭和大家抽 到時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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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